3月26日至29日,博鳌亚中论坛2019年年会在此间召开 与会嘉宾李宝芳、王俊周、王中磊畅谈在各自领域如何促进消费升级 茅台集团董事长李宝芳表示 促进酒类消费升级最重要的是企业自身品质和服务的升级 这也是茅台一贯的主张和观点 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俊周表示 家电行业结束了以需求为主的空白市场时期 以进入好电器更换成新电器的全面更新换代市场 运用更好的设计、物联以及充分理解客户需求 这是促进家电消费升级大趋势 那么这些产品就是需要我们更好的设计 更好的物联 更好的能够理解客户的功能 我想这是消费升级的一个大的趋势 怀疑兄弟传媒股费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中磊表示 过去十年是影视行业消费升级的十年 未来影视行业消费升级需要依靠内容和 科技两方面升级 就是大家知道新的5G时代 新的AI时代的来临 对我们这个行业可以持续的消费升级的增长 未来大家进电影院可能不是只是因为 你电影院的设备发生了变化 而是互动式的影视体验的增强